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小恶时刻来一罐 引路牛奶花生 邀您收看传奇故事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些模糊的画面 就跟在眼前打了马赛克一样 你拼命地想看清楚 却怎么都看不清楚 明明近在眼前 你想抓住他却怎么都抓不住 然后就是惊出一身冷汗 在噩梦中醒来 我们今天这个事的主人公啊 家住江苏苏迁的这个老人刘美英 也有过一段这么样的经历 只不过这段经历不是发生在梦中 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可现实生活中 怎么会有这么离奇的事呢 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 2010年的2月5号 从发生在江苏苏迁的一起事故 开始说起 这位老人就是刘美英 他说2010年的那天 有个亲戚病逝了 于是他和妹妹刘美芝 两个人结伴去调研 夜晚9点多 他们办完事走路回家 谁知道啊 这个时候有一辆摩托车 突然冲过来了 他和妹妹被撞倒在地 等他好不容易爬起来 却发现身边的妹妹不见了 肇事者这是要干什么呀 撞了我们还把我妹妹抱走了 刘美英下意识地抓住了对方的衣服 不让走 拉扯之中 他却听到对方说了这么一句话 当时刘美英已经70多岁了 被撞到了肋骨 他说自己实在是拦不住对方 后来呢 他还是拖着受伤的身体 好不容易走到了附近的亲戚家 这才报了警 报警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是说在采集中车这个西边 说有一个 有两个友人在路边走的时候呢 被一个摩托车撞到了 其中有一个人受伤 被这个造势的摩托车 给大局所送到医院里面去抢救去了 可是当大家赶到医院找刘美芝的时候 医院的反馈结果却叫人意外 反馈上来一些信息 采集医院和这个人民医院都没有守治这名上阵 就是一直没找到 肇事者到底把刘美芝带哪儿去了 大家沿着肇事地点附近的一路搜寻 谁知道在距离肇事地点600多米远的绿花呆里头 就看到了令人心慌的一幕 这个证实就是这个被撞的这个上阵 这个人呢被抛弃在这个路边 隔离在法满里面 后来就这时候呢 这个上阵架里面 有人呢也在到现场过去也在寻找 当时那个以后呢就联系了一辆救护车 但遗憾的是 当时距离被撞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 由于延误了最佳救治时机 刘美芝呢还是不幸离世了 这样的结果让人痛心 同时呢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姐姐刘美芸不是说当时肇事者不顾她的阻拦 也要把妹妹抬上车 说是要送去医院 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刘美芝怎么会倒在绿花呆里呢 更重要的是肇事者到底是什么人 当时就有人猜测了 这很可能是肇事者出于某种原因 半路故意 把伤者抛弃在了绿花呆 这种肇事之后见死不救的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一定要把它给找出来 找相关的这个沿途监控 当时那个因为2010年吧 监控没有普及 各个目标都没有少见过 没关系 不是还有刘美芸吗 他是目击者呀 而且还跟肇事者说过话 甚至还发生了拉扯 这么近的距离 他肯定看到了肇事者长什么样吧 没想到刘美芸却连连叹气 说当时摩托车突然转过来了 他瞬间就失去了知觉 只记得他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摩托车上下了两个人 正在把他妹妹往车上抬 他自己当时也疼得厉害 半趴在地上 只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根本就没看清楚那两人长什么模样 天又黑 他本来眼神就不好 他眼睛不好 耳朵也听不清楚 他就只知道是两个人 但是说具体说是南宁大的 还是有没有特征 他记不清楚 因为我们都没在心 人就在眼前 却看不清楚面困 好吧 人没看清 那肇事车总看到了吧 是大摩托呀 还是小摩托呀 有没有车牌呀 再不济 什么颜色总知道吧 谁知道刘美芸又摇头了 说当时他这脑子里很乱 只知道是摩托车 两个人 其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目击者一问三不知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要庆幸的是 虽然刘美芸没看清 但是通过走访发现 这个附近有个村民 看到了 他表示 这个事发时间 在这个事发路段 他曾经看到一辆摩托车 经过 是红色的 大架子里有红色的摩托车 后来我们又把诊查重点 放在这类的车型上面 当时调取的摩托车的信息 也比较多 我们仔细拍的过 也拍了两辆车 经过仔细排查 有一个人很快就引起了 大家的警觉 这人姓曹 他家里面也有 就是这个摩托车 城里做工 晚上从城里面又回来回家 做这场 还很惊喜 因为这个应该说 有重大的这种信息 难道就是这个曹某 把刘美英姐妹两个给撞了 起初警察也很兴奋 觉得找到肇事者了 可谁知道这份兴奋 却被失望取代了 怎么呢 一个案发之后 警方在现场做过勘查 曾经发现了肇事者 留下的一些东西 谁有一件大意 一个头盔 和一个眼睛 眼睛是一个什么眼睛 是个近视镜 据刘美英说呢 当时他不是和这个肇事者 有过拉扯吗 这些东西 就是从肇事者身上扯下来的 所以找到这个曹某之后 警方第一时间就进行了比对 那结果如何呢 剔取了他家里面又的头盔 送去检验 那结果呢 不是 这么一来呢 曹某的嫌疑就被排除了 案子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要说了 警方不都已经找到这个肇事者的大衣眼镜这些东西吗 只要再提取一下DNA入库比对 怎么会找不到人呢 隔现在或许是容易 但是那个时候是2010年 技术条件有限 很遗憾 当时没有能够从这些物证上 提取到更有价值的线索 为了找到肇事者 警方甚至还发布了悬赏通告 但依然是毫无消息 一起普通的车祸 却悬而未决 死者刘美之的子女们 每天是越想越难受 母亲一走了 我见到我的事情们都开了 生意没法做了 后来的恐怕去 你们是卖了 也都不做了 68岁也不69岁也不进 当然他就受不了大吉 就整个一人喝半酒 我们也连生意也不能做了 而这起车祸不仅带走了 刘美之无辜的生命 更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刘美之和姐姐刘美英的两个家庭 后来也竟然因此而反目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事故发生之后 村里人对这起车祸 议论纷纷 有人就说了 这刘美英作为车祸目击者 跟肇事者讲过话 甚至把人家大衣都扯下来了 这么近的距离 却说没看清对方的长相 这真的符合常理吗 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呢 知道嫌疑人的身份 而故意不告诉他 什么意思 有人就推测了 当时的情况会不会是这样 那天晚上 姐妹两个被摩托车撞了 刘美英受伤了 在拉扯之中 他其实看到了 肇事者是什么人 但是肇事者为了逃避惩罚 就给了刘美英一笔封口费 并且告诉他 要是有人问起来 你就说你当时吓懵了 眼花没看清楚我们的长相 那情况真的和村民们猜测的一样吗 当时刘美英的家人觉得简直是荒唐 说是我们这边知道撞人者 就是肇事者 说不去举报 这是谁跟谁的关系 我们可能说知道我们不去举报 说我们家他给我们钱 说我们没去举报 但这还只是一个版本的说法 当时村里头其实还绘声绘色的流传着两个版本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 就更让刘美英和家人觉得难以接受了 原来当时有人怀疑刘美英为什么替肇事者隐瞒呢 因为肇事者就是他自个儿的起司孙子 另一个版本是这么说的 刘美英姐妹其实不是走路被撞的 而是刘美英的孙子周东凯骑着摩托车 带着这两位老人 结果在这个拐弯的时候 一不小心翻了车 刘美英受伤了 刘美之却死了 刘美英跟他孙子吓坏了 刘美英护毒子 他们就赶紧把刘美之藏到了附近的绿花袋里头 一老一少后来再编了个故事 说是别人开车撞了他们 事后还拿出了这个老眼红花的这个借口来骗警察 不然为什么警察查了那么多人 怎么就找不到肇事者呀 都怀疑我们自己家小孩去带来 期末带来 给带我母亲走路上给传了 给母亲耍了 在边讲的我们也相信 就这种说法 刘美之的子女们气得也去找过刘美英对质过 可无论怎么问刘美英似乎都是很委屈的样子 还是那句话 他当时真的没看清肇事者 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 刘美之家人觉得刘美英在撒谎 刘美英被亲人怀疑又觉得心寒 结果两家人的关系就这么渐渐的变了味 没出事之间基本上也都走动 必须我奶奶他们都在了 他经常走动 这么多年了就是出过室之后就没有 在私下绝对不走动 这那么长时间 十年就没来往 所有的混居丧事其实都不来往 一起车祸 刘美之无辜丧命 好好的一个大家庭被搞得四分五裂 谁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刘美英到底有没有撒谎啊 他是真的近在眼前却看不清楚 还是有意在为那个肇事者隐瞒 只有找到肇事者才能还原真相 这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了 但是当时谁都没想到 肇事者的面孔竟然过了整整十年才被揭开 经过警方的不懈追寻 直到2020年这起案子才迎来了巨大转机 公安部大数据建设不断完善发展 还记得当年留在现场的那件大一吗 那个时候没有提取到有用的信息 但是在2020年8月终于传来好消息了 经过入库比对 比对上了一个叫同盟企的人 之所以能够比对上 还是因为这个人几个月前和邻居发生纠纷 闹到了派出所 据了解这个同盟企70岁也是肃签本地人 但是多年前他已经移居到了南京生活 十年前的肇事者到底是不是他呢 警方却不敢完全肯定 为了掌握更多的线索 警方立即对同盟企10年前的情况做了调查 很快呢就有一个细节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他这个名下登记的摩托车信息 发现有两辆摩托车 这个其中有一辆摩托车是在事故发生之后购买的 我们就分析呢有可能是不是嫌疑人 把之前那辆摩托车为了逃避这个 我们对他这个侦查 把它这个处理掉 处理掉以后他为了这个日常的使用啊 重新购买了一辆摩托车 据了解呢当年同盟企的家庭并不富裕 刘美英姐妹俩那几事故刚发生 住在附近的同盟企啊就突然换了一辆摩托车 有这么巧的事吗 说到这儿啊还有个疑问 照刘美英的说法 照是摩托车上有俩人 除了同盟企还有一个人是谁呢 就在对同盟企的生活圈梳理之后 有一个人进入到了警方的视线 这个他的二儿子在事发时 正好是上大学 因为我们从现场这个发现一副眼镜 是近视镜 一般戴近视镜的这个学生可能更大一点 然后我们就分析一下 很有可能是同盟企和他的儿子一起 在当天晚上这个照尸的时候 是在在现场 这下综合一下这些信息 警方认为这起照尸逃遗案呢 应该就是同盟企所为了 和他同行的就是他儿子小军 找了整整十年终于有了突破 每个人都很激动 抓捕一触即发 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警察 同盟企是满脸的震惊 说警方搞错了 刚开始他肯定是狡辩是不承认的 他认为呢不可能 我们公安机关是隔了十年之后 还能查到这个案件的情况 后来呢在我们一些相关的证据 以及我们民警 不停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下 他最终还是承认了 这个照尸逃遗这个事实 和同盟企不同的是 他的儿子小军呢 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一天 面对警察呢 没有遮遮掩掩 很快就老老实实交代了 那么十年前那起车祸的 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呢 据他们交代 事故呢是这样发生的 案发当晚 同盟企开摩托车 带着儿子小军从城里回家 对面呢突然来了一辆大货车 那灯光很刺眼 同盟企的儿子小军下车查看 发现他们撞倒了两位老人 其中有一位老人嘛似乎伤得比较重 他赶紧就叫父亲过来抬人 当时脑子里就第一反应 因为是老家嘛 比较熟悉 我想的是第一餐医院要进 不是赶紧送医院 送餐医院 可既然他们急着送刘美之 去医院救治 后来他们为什么又反悔了 要半道上把刘美之 抛在绿花袋里呢 还有刘美英当时到底有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 又有没有刻意为他们隐瞒呢 小鹅时刻来一罐 银路牛奶花生 邀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刚才我们说到 警方苦苦寻找了十年 终于找到了肇事者 可是同某企和他的儿子小军说 他们当时把刘美之抬上摩托车 那是要带他去医院 为什么后面又改了主意 半道上把人抛弃了呢 小军交代说 当时他们把人抬上车 父亲开车 他就坐在后面扶着受伤的刘美之 可是谁知道没走多久 他突然感觉情况有点不妙了 因为老太太身子已经放着 往下躺了 我抱住 当时也紧张 然后我就喊他 我快点 老太太 老太太嘴巴里面也吐血 然后我说你快点快点 人要不行了 停下来 停下来 我以为他是咬哭 就是往下抱 那之后他一下把人给接过去 然后抱过去了 佟企说当时他用手一摸 发现刘美之已经没了呼吸 因为太害怕了 他大脑里头一片空白 就把对方扔到绿化袋里了 驾车逃跑 而这番操作显然是出乎了儿子小君的预料 事后他一直觉得很不安 回去的路上我也不停地问他 我说你是让他那边行不行 第二你怎么处理 不停地你要问他吗 还是回去吧 他也不理我 那个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也上学嘛 出到这么大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他能处理好 也算信他 但是我心里面一直 一直有疑问 不知道他怎么处理 童某企所谓的能处理好是怎么处理的 到家之后 童某企怕被外人发现 就连夜用稻草 把肇事的摩托车给盖上 几天之后呢 恰巧村里来了个收费品的 他就以50元的价格 把这涉案的摩托车给卖了 再后来呢 因为儿子要去南京工作 他就跟儿子一家呢 去了南京生活 一朵就是十年 直到2020年 童某企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 闹到了派出所录了信息 这才东窗事发 原来事情的经过竟然是这样的 要说这俩人最可恨的 不是他们撞了人 而是撞人之后 既要救人嘛 那你就救到底 救一半把人抛弃了 白白延误了刘美芝的抢救时间 尤其是同母企的儿子 小军还是个大学生 不可能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 都不知道吧 但是他为什么不立即圈阻父亲呢 他也非常后悔 我们也跟他讲 你是大学生 你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 和这个报案的能力 你也知道后果 你应该阻止你父亲 但是他也讲到 就可能考虑到 父亲在家庭那种地位的关系 所以就 就是这一个顺从 就是这种盲目顺从 害人害己 小军表示 其实这十年来 他也过得惶惶不可终日 心里头 没一天是踏实的 被抓之后呢 因为涉嫌交通肇事罪 同母企被当地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 而小军呢 因为替父亲同母企 隐瞒了这起交通肇事 也涉嫌包庇犯罪 为了取得谅解 小军主动表示 他愿意出钱替父亲 对对方进行赔偿 经过我们公安部门的 这个多次沟通调解 已经促成 这个伤者 死者和肇事者 这个之间 达成这个赔偿协议 赵世芳赔偿死者一方 七十万 这个获得了死者 执续亲属的这个谅解 赵世芳赔偿 伤者一方六万块钱 也获得了伤者的谅解 最后呢 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头谋起 犯交通肇事罪 判有期徒刑 三年三个月 而因为过了包庇罪的 这个诉讼时效 同谋起的儿子小军 被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赵世芳赔偿 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通过赵世芳赔偿的交代 大家知道这个时候 才回过神来 原来刘美英当年说的 都是真的 他没撒谎 他是真的 因为天太黑 没看清楚 并没有刻意 替赵世芳赔偿 而刘美之的子女们呢 因为外边的那些谣言 误会了自己的 你留美英十年 这个时候心里头 也是充满着 悔恨和自责 死者的子女主动去 向对方 他这个亲属 去道歉 然后得到对方的谅解 然后两家呢 才和好无处 现在关系 还是比较融洽的 双方当时在我们这儿 甚至都是抱头痛哭 当时遇到这些事情 就是忽养的 都是才一说 经常母亲爱破了 什么也都不得难 对不对 亲爱的 反合 亲爱的 反合 亲情被修复 真相得以揭开 这都多亏了警方 十年来的坚持 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无论经历多少时间 无论经历多少误会和曲解 只要不停止追寻 真相的脚步 就终能等到 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而对于那些触犯了法律 仍抱有侥幸心理的 在逃人员 我们也得郑重的告诫他们 早点投案自首 别以为逃避一时爽 早面对 早解脱 等得七老八十 俩手一靠 那才真的是有罪让你受了 小恶时刻来一半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喜欢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楼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